外交部第二部长孟里奇博士也提到我国如何同区域的其他邻近国家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 他指出亚西安依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成员国将继续推进由亚西安领导的经贸框架和自贸协定 来加强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此外亚西安也探讨如何善用数码科技为经济转型 针对我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 孟里奇指出我国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是印尼最大的外来投资国 两国也加强了合作 包括设立新的数据中心 以及一同培养科技专才来支持双边快速发展的科技领域 部长也指出下一次新印领导人非政治峰会将在我国举行 这将是两国领导人加强双边关系和探讨新合作领域的好时机 但我要公开的问题 但是我们ปaje到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烦洁平等 , employer